嗨呀,我是灵灵 通过上几期的蜜蜂 相信大家对超个体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今天 这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蚂蚁 部分内容来自这本书 蚂蚁的故事 蚂蚁和蜜蜂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却又很不一样 首先我测试一下 大家对蚂蚁的认知是什么水平 请弹幕回答 这个是蚂蚁吗 这个是蚂蚁吗 兵蚁是什么性别 雌性还是雄性 关于这几个问题 我们边聊边揭晓答案 最早的蚂蚁化石 年代为1亿年前的白恶纪 恐龙已经不在了 蚂蚁却生存至今遍布全球 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了 这样古老的蚂蚁 演化出了数量庞大的不同物种 目前已知的蚂蚁 接近14000种 根据现在发现的速度 预计会有25000种 它们的外形 尤其是头部的特点 体型以及生活习性上 差异很大 有多大呢 做好 我要放大吐了 看得刺激吗 因为蚂蚁的物种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得说明一下 接下来我所有对蚂蚁的阐述 只能代表我说的这个物种 或者是一部分蚂蚁的共同特点 不能代表所有的蚂蚁 而且蚂蚁中的特例真的很多 蚂蚁属于魔赤木 蚁科和黄蜂蜜蜂比较近 是真社会性昆虫 同样白蚁也是真社会性昆虫 但是白蚁不是蚂蚁 它属于非脸木 起源于类似蟑螂的祖先 我前面这张图问 这个是不是蚂蚁 估计弹幕应该有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白蚁的蚁蚁 它看起来就像一条毛虫 看出去就是一副不用努力的样子 但是如果对白蚁感兴趣的话 我以后再单独做一起 而蚂蚁的蚁后 一般是一只看起来明显比较大的蚂蚁而已 所谓的真社会性昆虫 定义它们有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个是繁殖分工 群体中可以分为负责繁殖的黄殖 和非繁殖的公殖 第二个是世代重点生活在一起 两个或者多个世代的成体 生活在一起 第三个就是会合作照顾未成熟的个体 某一个个体会照顾群体中 其他个体的后代 和蜜蜂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 一个蚁群当中蚂蚁的成员可以分为 蚁后 公蚁 兵蚁 还有婚飞期间的繁殖蚁 带翅的瓷蚁和熊蚁 视频开头的这张图 它也是蚂蚁 只不过是在繁殖季才会出现的蚂蚁 由于蚂蚁种类繁多 而且总有特例 所以蚁后 我暂且称它为 唯一具备生育能力的瓷性蚂蚁 它的工作就是 公蚁我暂且称它为 一群没有生育能力的瓷蚁 它们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成 除了生育 什么都要做 兵蚁的话 我暂且称它们为一群 肌肉爆棚的女打手 它们都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瓷性 你可以理解为 公蚁当中的一个公种 体型一般会比普通的公蚁要大 会有巨大的头 强劲的上颚 主要的职责是对付外敌 根据物种的不同 兵蚁可能要在蚁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有些物种根本没有兵蚁 至于带翅的熊蚁 一句话概括就是 一群由未受精的卵发育而成的 带着翅膀的 寿命极短的 交配机器 干啥不行 交配第一名 它们不是拼刺刀 而是拼概率 它们成员我简单介绍完了 那我们来看看 蚂蚁帝国是如何开始建立的 一个蚂蚁帝国是从 昏飞成功的以后开始的 根据物种的不同 有的是由一只 有的是由多只蚁后来进行的 每次到了昏飞时间 就会有一大群带着翅膀的 厨女蚁后和熊蚁 从蚁巢飞出 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进行交配 这群带着翅膀的 瓷蚁和熊蚁 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它们为繁殖蚁 同一个物种的繁殖蚁 会在同一个时期进行昏飞 厨女蚁后会与多只熊蚁交配 一生就交配一次 交配之后 熊蚁会很快死去 它们的精子会被储藏在 瓷蚁的储金囊里 供它余生使用 不管是熊蚁还是瓷蚁 它们大多是炮灰 在昏飞的过程中 它们大多会被吃掉 或者是落水死亡 真正能够完成交配的并不多 在交配之后 熊蚁会死去 而瓷蚁会落到地上 会脱去翅膀 作为一只蚁后 这个时候的它不得不摆手起家 开始挖洞筑巢 产卵 尽快养育出第一批工蚁 它全靠消耗自身的肌肉 来完成这一切 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 吃掉自己的卵 如果它在这批工蚁成熟之前 就饿死了 那么它就算创业失败了 蚂蚁的发育 要经过卵 幼虫 咏 才能发展成成虫 一旦第一批工蚁成熟 它们就可以开始外出觅食 回来不育幼虫 以及喂养蚁后 完成这一步的蚁后 就可以躺平 转变成一个 放来张口的产卵机器 大家觉得 蚁后的寿命 可以有多长 请把答案打在弹幕上 除非发生意外 大多数的蚁后的寿命 可以有五年甚至更长 目前记录最长寿的蚁后 活了三十年 根据物种的不同 有的蚁巢 一开始可能有上百只蚁后 也有孤雌生殖的蚂蚁 多蚁后的情况并不简单 它们不太可能会 长期维持这种状态 即便是一开始 是由多蚁后经历的王朝 但是最后可能 只会剩下一个蚁后 多个蚁后的优势 就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产下更多的公蚁 这样一个蚁群 就可以快速地发展起来 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 公蚁会开始宰杀 多蚁的蚁后 一般会是产卵数量 更少的蚁后 顺便说一句 也会有那种杀疯了 把所有蚁后 全部杀死的情况发生 是最后一个了 很不幸 这样的蚁群 很快就会消失 除了公蚁的宰杀 有些物种的蚁后之间 也会进行斗争 它们会分出优劣等级 或者吃掉对方的卵 投降的蚁方会被驱逐 除此之外 我还要讲几个 非常特殊的例子 真的非常特别 第一个就是 澳洲双刺蒙蚁 这种蚂蚁的蚁群 没有蚁后 而是由一只 最具权力的公蚁 来与熊蚁交配和繁殖 它会把非自己幼虫 在茧中发育出来的褒芽 也就是一小段残翅 咬掉 这种做法可以让这些幼虫 只能发育成 卵巢发育不全的公蚁 也就是说这只公蚁 它垄断了生育圈 第二种就是五连蒙蚁 这种蚂蚁一开始 也是由一只蚁后 建立蚁群的 当它是一个小集群的时候 会由一只蚁后 和少数可育的公蚁组成 当达到中集群的时候 会开始出现一些 交配过的公蚁 而当到达大集群的时候 蚁户就不在了 蚁群里只会有 交配过的和未交配过的公蚁 据观察 这些公蚁之间 是一种竞争关系 它们的地位会不停地改变 所以在蚂蚁的世界里 好像凡事皆有例外 它们的生活方式 是更具多样性 关于蚁后 同样是由兽精卵 发育而成的雌性 什么因素会决定 它会成为一只公蚁 还是一只蚁后呢 它的决定性因素 是环境而非遗传 第一个是给幼虫 喂的食物的质和量 第二个是幼虫生长时 潮内的温度 第三个是蚁后的健康状况 那么如果一不小心 蚁群当中的蚁后死亡了 你认为这个蚁群 接下来会怎么样 第一 在现有的幼虫当中 培养一只作为蚁后 第二 选择一只公蚁 代替蚁后 第三 蚁群消亡 如果是蜜蜂的话 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答案 但是蚂蚁 还真的不太一样 在多数的情况下 蚁群并不存在继位者 一个王朝结束了 就是结束了 蚁后死去 蚁群的数量会开始下滑 直到最后一只公蚁死去 这个蚁群就消失了 当然也会有 公蚁产了的情况发生 但是它们也只会产出雄蚁 并不会增加 这个蚁群当中公蚁的数量 全靠那群在昏飞季节 会飞出去的 带翅膀的 雄蚁和雌蚁 当然这里又有例外 也有那种交配完之后 会飞回元朝 然后再带走一部分公蚁 出去建新朝的蚁后 也有只会在朝内 和自己兄弟进行交配的物种 我今天主要介绍了蚁后 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 蚂蚁的世界 充满了更多的惊叹和意外 下期我们再来聊聊 蚂蚁的生存之道 蚂蚁 一点都不可爱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想要闹的话 求关注 求点赞 求转发 星期会继续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Bye